我第一次在香港潛水就是橋咀 在未下水之前 對香港的海底真的不太大期望 結果如何?一起去看看 好的 相信你和我一樣都想像不到 香港的水底世界會是這麼吸引 這麼多生物 所以之後我不停去發掘有趣的地方 還和大海展開真情對話 歡迎來臨海洋世界的珊瑚村 在我這個海洋世界裡 珊瑚就是我的最大房東 吸引了很多生物在它那裡 香港位於熱帶邊緣 如果不是有珊瑚這個大房東 很多熱帶雨根本就不會選擇香港為家 在你前面的是蝶魚 他們最喜歡一雙一雙 在珊瑚之間你追我族 在香港珊瑚村 就最少可以找到有十三個品種的蝶魚 珊瑚不單是他們的居所 還是蝶魚的主要糧食 流線型的身軀 和尖長的小嘴巴 就是方便他們在珊瑚之間穿插覓食 蝶魚身上的條紋 是它的保護衣 因為可以令到敵人望到眼花花 魚尾部分的大眼花紋 就是用來混淆視線 令敵人分不到哪邊是頭 哪邊是尾 追著追著才發現追錯了方向 蝶魚真的游得很快 咀一聲就不見了影 失蹤了 不要緊 你耐心點等一下 很快就會見到另外一個住客 在香港的珊瑚村 真的住了很多魚 只想你撞到誰 我以前從未想過 香港的水底 原來有這麼多千奇百怪的魚類 香港的海洋生態專家告訴我 我們魚類的品種數目 和世界最大珊瑚礁集中地的 加納比海不相伯仲 不同品種的魚 樣貌有很大分別 但是目標都是一樣 就是要和生存環境配合 適者生存 尊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